去给我摘这个柿子 去不了 去不了一点 去给我把你扔上去 今天和网友们聊一聊全红禅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全红禅是我国的奥运冠军 也是中国跳水队的明日之星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跳水锦标赛 以及多哈市锦赛的选拔赛上面 全红禅两次夺得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那就意味着她基本锁定奥运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全红禅已经返回国家队开始集训备战 因为在年底她还将会参加重要的比赛 而且后面还要参加多哈市锦赛以及奥运会的比赛 因此这段时间的集训备战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能到过年的时候 也很难回家与亲人团聚 很多粉丝也是祝福全红禅 未来能够一帆风顺 谈到全红禅在单人比赛中连续输给队友陈玉希 当然有多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陈玉希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优秀 也是值得网友点赞支持 另外就是全红禅也暴露出一些身体状态不佳的情况 而且在比赛结束之后 有媒体曝光出全红禅的一张照片 背后也是出现一些伤病隐患 陈若林也会有些遗憾 现在全红禅返回国家队训练 有网友爆料 她近期可能是感冒了 很多粉丝也是比较了担心 因为现在这个流感高发时期 全红禅也要特别注意保护身体 因为对于运动员而言 身体健康应该是放在首位 只有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才能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因此很多粉丝听说红姐可能感冒 也是有些担心 希望全红禅能够调整好身体状态 调整好心态 更加努力刻苦地训练 争取在接下来国际大赛中 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全红禅 支持中国跳水队 希望全红禅陈玉希等优秀运动员 能够带领中国跳水队再创佳绩 全红禅加油 当然对于关心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毕竟红姐很年轻扛得住 况且伤病本身也是职业运动员 生涯的一部分 会伴随着他们整个职业生涯 关键是遇到伤病之后 全红禅怎么样去调整 然后继续在训练以及比赛中 找到更好的信心 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 毕竟这已经不是全红禅第一次受伤 竞技体育难免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磕碰 全红禅有能力应付的过来 当然对于全红禅来说 希望他经历今年一系列挫折和打击之后 能够在接下来变得更加强大 在明年迎接巴黎奥运会到来的时候 可以呈现一个更加成熟的全红禅 一个更加有魅力的奥运冠军 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全红禅 都会变得更加弱了